發生甚麼事?這麼多人 快點看看 怎麼了? 怎麼會她看著Bony的房間? 別吵 Emma Fogg來了 看過? 真的是她 想不到可以在這裡看見她是真人 她是明星嗎? 不是吧?Emma Fogg你也不認識嗎? 對 她是香港物流大王的女兒 身家豐厚又美女 大學畢業就創立了自己的化妝品牌 賺大錢 她簡直是雙流社會的女神 不過我們認識她是因為那些男神 因為她每一任男朋友 不是金融才俊, 而是魚圈形男 荷里活巨星也有 所以網民就把她封為 全香港最強的男神修國基 這麼有名? 我剛回來真的不知道 不過她來做甚麼? 她家裡是跟姐夫的洗澡 她昨晚差點被人綁架 今天上來, 你還不是找姐夫? 請保鏢嗎? 這個任務非同小可 楊Sir果然得寵 邦爺把這麼重要的任務交給她 這次絕對不是邦爺指派的 其實Emma看完我們所有身體管理的資料 她指定一定要正確保護她的人身安全 她沒有眼光而已 算是阿華請保鏢 當然是請萊Sir那種 懂得擋子彈 你很想Emma跟阿賴Sir在一起嗎? 你這樣說甚麼意思? 有沒有看過護花的危情? 英俊保鏢保護千金小姐 日久生情擦出外火花? 你會不會看得太多電視劇? 你看看, 你看你 有個女人對你這麼好 還嘴巴嘴唸臉 我們這些用情尊一 善解人意的就遇不到一個好人 我說真的 如果有個女人對我這麼好 我真的什麼都不管 第一時間衝過去 找個媽媽要塌上去 不讓她走吧 正經一點 我很正經 一個女人又漂亮又有老 最重要是對你有心 真是百年難得一件很難得 我也知道很難得 但是大腦大不錢 錢是另一件事 兩個人在一起 當然你幫幫我, 我幫幫你 你去的時候, 我扶你 我跌倒的時候, 你背負我 大家互相扶持 這樣才是夥伴的 跟錢是沒有關係的 我跟你說得對 是我太久沒被人入過外世界 有點不太習慣 現在習慣一下,兄弟 他真的有情有義 三百萬, 可能是他的身家 他只能借給你獻單也不用寫 還怕你不好意思說還息就算 這些人去哪裡找 上次你跟Yan散, 我也沒說過 如果這次你為了這件事 非了X年的話, 我真的來體戀你 我沒這麼想過 那就對了 小鐘 2號, 走那邊 阿劫, 截住後面的部車 收盾… 快點 霍小姐,你怎麼行人了 我好運 我抱你一會兒 等了一整晚,又是吃白狂 有料到,霍家大小姐 Emma,外霸州罕的記者 姐姐,麻煩你 請問你甚麼事進醫院 你這位是不是你新的男朋友 姐姐 霍小姐不舒服,麻煩你姐姐,麻煩你 你放心吧 養長12時才開會,未九十、未婚 你們昨晚不在 昨晚的畫面簡直是險象還生 我好像拍電視劇一樣 我說開車,開車有輛車突然衝過來 想要把我放在那裡 怎料我反應暗截… 夠了,這些事就避免了 直接說,之後醫院怎樣 是呀,說雜誌沒有的,麻煩你 的確雜誌沒有寫下去,只有我知道 對了,怎樣… 昨晚我打算接正哥一間 一到醫院房門口,一打一門 我看到Emma 看到甚麼? 是呀,看到甚麼 她捉住正哥的手,她就說了 她捉住了 其他人我不送,我只要你 你留下陪我 這樣收拾完了,有沒有嘴? 有沒有 之後呢? 之後她就… 仰Sir 正哥 二號,十分鐘就開會 收到 不妨礙你吧?有事找你 我也是有事跟你說的,過來 對不起,昨天你打電話給我 我在做事,沒接你的電話 不要緊 你有沒有想跟我說? 你知不知道Woody怎麼對你以前的大朋友? Peter和David 你就是想說這件事嗎? 我追她追到下去,跟她經過 她知道我借了你的錢,她很不高興 她叫我不要再接近你 要不然就好像對付Peter和David 打到我進醫院 哪有這麼誇張? 她是有動手,但沒進到醫院 那些小朋友交給你而已 你知道這件事嗎? 你沒有制止她嗎? 不打都打了 她倆都有還手 不過後來她真的心虛 騙了我幾十萬 所以這件事不了了之而已 雖然是這樣 但也… 也不代表可以出手打人的 你這樣中她 也不代表我愛護她 你是害了她而已 她甚麼脾氣我很清楚 這樣做是因為疼我而已 我覺得做人媽媽的 是應該告訴她 甚麼事是對,甚麼事是不對 對,就好像我想雖然我小時候 父母不在身邊 但我媽媽也會教我 做事不可以任意妄為 更加不可以打人 以及做些犯法的事 你這麼說 就是你媽媽很懂得教 我不懂得教 我老公走的時候Woodie只有七歲而已 這麼多年來 我自問我比其他媽媽更加努力 是因為我想彌補她沒有爸爸的決心 但我知道我不是一個一百分的媽媽 但也不輪到要由一個 不打算結婚的人來判斷我 我也是意事論事而已 你也覺得我冒犯了你,我可以收回 你就是這樣 你覺得自己很有原則 全世界都要跟你的圖嗎 說了的可以隨時收回 就連想跟我吵也要過了辦公室 你覺得自己會嚇制嗎 我覺得你很不近人情 你的原則我不值得欣賞 你冷靜點 什麼事 可能我們真的發展得太快 跟你一起就要跟著你的圖 你怎麼令我很累 你說得對 我們應該要冷靜一下 李宗民 你的圖 我想要你 我想要你 你怎麼來 我選擇 你沒有 我